紧急抵达 细水游客帮忙指挥交通 就在这时候 受伤的15岁患者坐在单架上来到了车旁 注意看 他的脚挂着一个物品 这是插入膝盖后方的铁钩子 南湾海域从事水上活动 玩香蕉船的时候不胜受伤 透过S光 伤患的膝盖后方铁钩迁入 医师检查后发现 差一点点就伤到了肌肉韧带 实际走一趟海边 意外发生时 其实南海和家人已经下船靠近沙滩 铁钩尖端有扣环 但是重力加速度还有角度 成了伤人的武器 避免意外 医师提出建议 可以改绳 不要用这种环 可以用一种可以螺旋性的这个钩子 它可以固定住 这样子应该可以减少 有个这样类似的案例在发生 呼吁业者更换扣环 希望可以降低伤害 消暑娱乐不流泪 游客们可得千万小心 大家新闻屏东 综合报导 群台温 一起